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暑假就去上赤魔君那里 求她将吉恒公主嫁过来便是 反正吉恒公主如今已经回到了魔族 这女子妈早晚都是要嫁人的 何况这整个魔剑有谁不知道魔君你对吉恒公主一片痴心多年 给老子闭嘴 老子什么时候说要娶吉恒了 厌食物呼的一下站起身 抬脚就往大殿走去 转素紧跟在厌食物的身后 苦口婆心的说道 魔君啊 你不要不好意思 你喜欢吉恒多年 暑假可全看在眼里 虽然今日吉恒动乱想要上小九的心思 可小九和吉恒相比自然是吉恒更为重要一些 再说了 这朋友和自己心仪的女子之间 自然是自己心仪之人更为重要 朋友嘛 有时候就是用来出卖的 何况这吉恒公主向来温柔良善 这清秋的小九可是这八荒六合之中出了名的顽略之人 死边死的就是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人会心痛的 闭嘴 你若是再感受老子的小九 老子定撕烂你的嘴 老子说过了 老子想要小九长命久生 不死不灭 厌食物猛地停下脚步 双目中带着浓重的愤怒 他不得转素说小九死 他心痛 奏效了 转素在心里一阵得瑟 看着厌食物快要喷火的双目 你个傻白天 属下终于得逞了 呃 魔君 旋素一脸讨好的微笑道 你刚才说了句 老子的小九 这是何意 既然小九是魔君的 放心 属下定不惜一切手段去保护魔君的小九 老子说了吗 厌食物皱了皱眉头 这句话他貌似说了 看着厌食物皱眉 旋素 降专无辜 可能是属下听错了 那魔君属下还要去保护小九姑娘吗 当然要 厌食物不假思索的说道 以后少在老子面前提吉衡 那 那若是吉衡公主来找魔君怎么办 旋素看似不经意的一说 其实早已经深思熟虑了 他要彻底将吉衡公主弄出主子的视线 就说老子喝醉了 老子去找人打架了 你随便找个借口 能不见就别让老子见 厌食物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心和他的眼睛一样干净 没有半丝的留恋 是 魔君 旋素对着厌食物拱了拱手 回魔君 东华帝君来了 一个小将急急跑进大殿 对着殿上的厌食物说道 冰块脸 厌食物刚响起身 就看到一阵紫光晃动 紧接着东华帝君出现在大殿中 你和小白是朋友 近日可有见过小白 东华帝君一身紫衫 面色凝重苍白 厌食物索性不起身了 盯着东华帝君闻冷说道 冰块脸 你有点脑子好不好 小九怎么会来这里 眼下只怕这魔剑二字 都成了小九的忌讳吧 也是 是我思虑不周 东华帝君的声音异常的冰冷 转身便要离开 却又被厌食物拦住了去路 冰块脸 你来魔族是为了去看鸡坑吗 若是的话 直接去见鸡坑便是 脑子不会拦住你的 别拿小九做幌子 厌食物气呼呼的 对着东华帝君哄道 本君对你的击横没兴趣 听到厌食物提到击横 东华帝君的眼中 很明显带着一丝厌恶 对着厌食物一甩手 只见一道紫光膝下厌食物 厌食物被甩向一侧 东华帝君一晃消失在殿中 一出了青之魔族 东华帝君转身往西海飞去 一连数日不眠不休 翻遍八荒六合之中的脚脚落落 都不见小白 东华帝君不得不改变 找寻白凤九的方式 也许他的小白瘫完 躲在他的朋友那里去了 也不一定呢 西海的二皇子 苏默也正坐在他的寝殿中 画着白凤九的单亲画像 他没有保护好阿兰若 如今白凤九他依旧没能护得住 这是本君的小白 突来的声音熟悉而又冰冷 帝君 苏默也刚想把画像藏起 不曾想 东华帝君已经将画像拿在手中了 看着双目痴痴盯着画像 看的东华帝君 苏默也一时哑然 几日光景 帝君竟然销售成了这样 唉 苏默也轻叹了一气 拎起茶壶 为帝君贴冷鲜茶水 东华帝君捧着画像 坐在苏默也的面前 可有见到本君的小白 他这般顽皮 定是藏在哪个朋友身边去了 帝君 苏默也咬了咬牙 为何大婚之日 你会撇下小殿下 你明知道他喜欢你 喜欢了要命 我知道 这次我将小白杀了很重 话语虽短 可字字犹如千金 狠狠地压在东华帝君的心头上 我的心中从来只有小白一人 可你为何负他 大婚之日那样的场合 那么多的仙鸟 你将小殿下一人推到孤立无缘之地 让他沦为众人眼中的笑话 即便他那么坚强 可他终究是个女孩子 说到这里 苏默也的眼中泛起隐隐的泪光 那日 姬衡以死相逼 我曾经当应过姬衡的父亲照顾他 为了一个死去的人 帝君 你就这么负了一个爱你如命的女子 帝君你可真是伟大 苏默也的语气一下变得冰冷了起来 我答应姬衡 过了那日 我便和他两亲 他也不会再去扰小白的亲近 帝君的言语中透着隐隐的后悔之意 只是 我没有想到 事情的后果会这般严重 魔戒中的女子 果然心思阴毒 苏默也气愤地为白凤酒抱不平 本君的小白 有来你这里吗 东华帝君抬起身线的双目 直勾勾地盯着苏默也的脸 苏默也一时心软 唉 小殿下如此骄傲固执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朋友身边呢 这种情况 他是不会去博取任何人的同情的 他宁愿自己躲在某个角落里 偷舔着伤 也不会去向人诉苦的 本君负了他 不打扰了 冰冷无力的声音飘过 东华帝君起身 本君去别处寻小白 看着东华帝君苍白脸 青瘦的身子 苏默也终有些不忍 这样找不是办法 若是 若是可以去青秋 寻见小殿下的贴身之物 以便你早日找到小殿下 多谢 东华帝君手中紧紧地握着苏默也画的单轻画像 身形一晃 消失在苏默也的面前 唉 何苦如此折磨自己 小殿下视你为命 他定不想看到你这般模样 苏默也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道 东华帝君还是听到了苏默也的话 不觉心头有些韵热 爱之深 恨之切 小白 若是你不在乎我 你定不会如此伤心 如此在意我 不管如何 即便付出所有 我试定将你赢回太神宫 东华帝君踏云成风来到青秋 可青秋却闭门 不许他静 帝君你走吧 既然你已经选了魔戒之女 又何苦来青秋纠缠不休呢 如今 青秋已经沦为了八荒六合之中的笑柄 你就不要为难青秋了吧 米谷站在不远处 一脸冰冷地打量着东华帝君 小白是本君的帝后 不管小白去了哪里 他都是本君的妻子 求你了 米谷 取一件小白的物件于我 东华帝君的语气中 带着是明显的祈求 可米谷丢下帝君转身便走了 东华帝君双目空洞地盯着青秋的大门 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 帝君 回去吧 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连颂积极赶来 眼下青秋的人视你为敌 他们岂会给你小帝后之物 定还有别的法子的 可我已经数十日没有见到小白了 本君甚是想他 东华帝君一脸痴痴地说道 连颂强行拉着东华帝君往先借回 若是你惹急的青秋 只怕小帝后会生气的 先回去 我们另想踏测 连颂心里暗自叫苦 小帝后啊小帝后 你究竟去了哪里 可知帝君那日也是为了让你 以后能清静度日 不受他人脚咬啊 此时 白凤九已经离开了东方郡吉山 去了离郡吉山有百余里的一处小镇 白滚滚已经十来岁了 他和东华帝君简直是一模一样 就连眼神 有时也能让白凤九痴痴看上半日 镇外无理之处的一所茅屋中 白凤九一身素衣 正坐在燕子中水井边上洗着菜 白滚滚和风衡一起去了私塾 这儿人间的十来年 白凤九换了两个地方 过了今晚 明智他又让搬家了 可风衡却赖着不肯离开 他只能默许了风衡跟着他们 原本他还是对风衡有些顾忌的 直到上一次 滚滚七岁的时候 有凡间的孩童欺负滚滚 风衡紧紧地将白滚滚抱在怀中 任那些顽皮的孩子 拿石子不停地敲杂他 白凤九看着感动 便默许了风衡的一路跟随 娘亲我回来了 白滚滚雀跃地从外面跑进院子里 上去一把抱着白凤九的脖子撒着胶 白凤九微笑着用湿漉漉的小手 捏了捏白滚滚胖乎乎的小脸颊 今日没有调皮吧 主子 今日滚滚小组织可听话了 就连夫子都对小主子战不绝口呢 风衡一身疏途的装扮 背后背着一个疏楼 手中拎着一只肥兔子走进院子中 原来娘亲的滚滚竟然这么厉害 白凤九站起身 抱着白滚滚 用他的额头抵着白滚滚的额头 轻易地嬉笑着 风衡将白滚滚的书楼放下 转身便去水井边处理肥兔子 白凤九盯着风衡笑道 风衡滚滚的功课极好 我倒是不担心的 你呢 这修炼的法门我可都交给你了 你总得上点心才是 主子 我可是在人间修行的小妖 比不得你口中的那些 生活在灵力充盈之处的小妖们 风衡一听到白凤九问他的功课 瞬间抱怨道 这进步自然慢的点 风衡说的是实情 白凤九拉着白滚滚走到风衡面前 你说的也是 等我们回到仙界 我再为你寻个法子吧 不过 你天天陪着滚滚上学堂 也是要学点人间的悬问不是 主子 风衡可没敢玩 滚滚小主子 每天都会把自己学的东西交给我 风衡用心着呢 风衡停了手对着白凤九笑道 风衡定不会给主子丢脸的 那就好 你陪着滚滚去玩吧 我来做饭 今晚我们就吃着肥兔子 说着白凤九将白滚滚拉到风衡面前 自己便在水井边上忙活了起来 白凤九麻利的处理好野兔子 端着洗好的青菜走进了厨房 白滚滚和风衡坐在忙屋前的一张桌子前 两个人很是用心的写着 夫子不治的功课 小主子 你说仙剑是什么样子的 风衡抬起眼盯着白滚滚肉呼呼的小脸问道 白滚滚一领盲羊的摇摇头 我又没去过 哪里会知道 不过娘亲不是说了吗 她定会将我们带回仙界的 风衡皱着眉头憨笑着 小主子 今天夫子的话可是说得很明白 不管是人还是神都是会有爹爹的 前日我们陶学听了话本子里的戏文 可是说 若是女子不肯告诉自己的孩子 爹爹是谁一事 大多都是受了什么复兴男子的欺骗 不过 这却让风衡更加钦佩主子了 主子生下你 你说主子当时下了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呀 白滚滚抬眼看了一眼正在忙碌的白泵酒 十分谨慎的对风衡说道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娘亲知道 风衡 不管我娘亲受了什么欺骗 我身为儿子自当会保护我的娘亲 嗯嗯 风衡狠狠地对着白滚滚点着头 放心吧小主子 风衡定不会露出半点消息 那便好 白滚滚一脸老成地垂下眼帘 继续盯着眼前的书卷看着